很謝謝大家購買我的產品 這個iPhone專用的擷取卡出貨有 上面這些東西 第一個是出貨有USB3.0的這個延長線 第二個是iPhone專用的 iPhone專用的擷取卡的本體 再來就是那個小米的 那個坐沖 電源供應器 還有這個Apple的原廠的這個 USB Lighting to USB3.0的攝影機的轉接頭 開一個就是micro USB的延長線 開一個是一字腳架 一字一字腳架 好那 各位要準備什麼呢 如果要行動直播的話 你們要準備一個行動電源 啊這個行動電源不是一般的那種 阿媽阿哥行動電源都可以用 你必須要選擇這個有 有這個快充的 這個 看注意看這邊有個2.4安 就是要有個快充2.4安以上 的這個 這個行動電源 阿要兩個POP 這樣子 齁 那 這個快充一個就可以了 那個快充要給那個 iPhone用的電 齁 這個要快充 阿另外一個的話就不用一般的就可以了 那還有就是這個Apple的 iPad iPhone的專用充電線 Lighting專用充電線 還有一個就是一個 iPad iPhone 那我今天為了要展示 我就用大的iPad做一個 做一個展示 比較方便 這個影片主要會告訴 大家有三件事情 第一個是攝影機的選擇 第二個是 如何設定 安裝這個 iPhone專用充電卡 第三個是App的介紹 好 那請大家務必務必一定要看完影片 再來做操作 不會才不會有一些 呃 奇怪的問題這樣子 好 那我們首先 你要先準備攝影機 第一個我們要介紹的是攝影機的選擇 那麼你攝影機的話 一般來講你 你買到攝影機 請你就不要先接解訊卡 請你先接到電視看看 好 那我要先告訴大家說 為什麼要先接電視 你接電視我們要先拍到這隻攝影機他的效果是怎麼 他的特性 然後等下再告訴你說 怎麼在iPhone結局卡上面做 做做 做對 這樣子 好 那我們現在做實驗 就是先加這個 譬如說我現在手上還有兩隻攝影機 一隻是 Sony的攝影機 一隻是Canon 500D 我們等下就分別做實驗 首先你將電視打開來 然後將電視 這樣子 這樣子 有沒有聽到 各位看看 這個畫面 有沒有聽到回音 有回音吧 有回音代表說這隻攝影機有收音的功能 它有即時影響吧 表示這隻攝影機有 可以當即時影響的攝影機 這樣子 這隻可以 這樣子 等下我們在 iPhone的時候 在用iPlay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使用 這個 這隻當聲音的來源 這是第一個情況 那第二個情況是說 有可能是 像可能會用到的是像Canon的攝影機 那一樣把Canon的攝影機打開來 接上去 然後連接到電視 有沒有回音 沒有回音 有影響嘛 有即時的影響 沒有錯 可是沒有回音 沒有回音 表示什麼 這隻攝影機 這隻相機 它本身沒有帶收音的功能 所以說呢 你等一下在做直播的時候 你的聲音來源 就要用iPad iPhone的聲音 的麥克風當收音的來源 就不能用這一隻的攝影機 當聲音的來源 這樣子 懂意思嗎 好 這是第一件事情 我們要介紹三件事 第一個是攝影機的選擇 第二個是 如何設定這樣子 那第三件事就是App的介紹 我們第一件事已經解決了 你要先確定說你的相機到底有沒有聲音跟有沒有即時影像 好 那還有一種情況是說你接上去之後連這個即時影像都沒有 那不好意思 根本就沒有辦法做直播了 你至少要有這樣的影像 有即時影像 好 OK 好 電視出現什麼 檢取卡就出現什麼 OK 好 那就是這樣子 我們把這些盒子拆開來拆開來拆開來之後 然後呢 就會長這樣子 就會長這樣子 那我們先先將這個 該連的線把連一點 這是iPhone專用的檢取卡 請你將線把它連 這個 MicroHDAI先連進去 這個是你自己的那條iPhone的那條線 請你將這個 把它連進去 連到這個 連到這個這個 Apple這條原廠的 原廠的那個 轉轉換器 然後原廠轉換器還有一個大的USB把它連進去 然後呢 再把這個 藍色這把連進去 好 那有兩個電源 第一個是iPhone的專用型 iPhone的電 iPhone的那個充電器 就是Lighting把它連接到這個 小米的 這個 充電座上面 都把它連進去 好 然後連接這個 這個 電源 好 那我們首先我們先打開這個 把攝影機打過來 好 好 然後這時候呢 請你將這個 iPhone的這個這個Lighting接到電 那個iPad上面或iPhone上面 接進來 這時候進入那個控制台 iPad的iPhone的控制台 你要先確認兩件事情 第一個 有沒有邊使用邊充電 邊使用邊充電 第二個 你要看到有沒有一個叫以太網路的 點進去 那有沒有看到個MediaLink Live 點進去 然後呢 有沒有看到個IP是 172.20開頭的 要看到172.20開頭 如果你沒有看到這個IP 的話 或者是IP錯誤 什麼169開頭 請你先將這個 這個電源 拔掉 將電源拔掉 喔 將電源拔掉 先將電源拔掉 如果沒有的話 現在把它拔掉 然後再插上去一次 再插上去一次 然後再插上去 再插上去 我們再去看一下 再進到那個 控制台去 再看一次 反正一定要看到 第一個要邊使用邊充電 然後再就是看到這個以太網路 然後這以太網路的IP一定要是 172.20開頭的 172.20.13.169 反正沒有看到就是重新插 插把再插 電源拔掉再插上去 一定要看到就對了 那個電源插把整個斷電 喔 反正一定要看到172.20 這樣才對就對了 好你看到172.20開頭的話 你再打開這個APP 再打開這個APP media link live 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呢把這個 然後 然後這時候你就把這個APP打開來 好 他變藍色的燈 藍色的嘛 那變成藍色的時候 這時候變藍色的時候 再將你的這個攝影機再接上去 好把攝影機接上去 哇這樣就有畫面了 那 我們先把這個聲音關掉 好 那我們現在介紹這個 我們再介紹第三段 剛剛還記不記得我們剛好測試攝影機 有兩款 一款是有聲音的 一款是沒有聲音的 那我們要跟這個APP來做一個對應 這個APP 看到這個右下這邊的HDMI 表示說這個聲音是來自於這個攝影機的 那 如果把轉換過來 我轉換過來 變MIC 就表示說這個聲音是來自於這個 iPhone iPad本身的收音的功能 那 你今天遇到的是那種沒有收音的那種攝影機 那你就要選擇MIC 或者是你有特殊的需求 你我就要用iPhone來收音 那我就用MIC 那 通常這種攝影機本身有帶收音的功能 我們都會選擇這個HDMI 這樣子 好 然後呢 你在直播的過程中 你在直播的過程中 你不能夠Change 不可以改變 你在直播之前 一定要先設定好 到底是 HDMI HDMI呢 還是 內建的這個iPhone的聲音 你先確定好 那我先選了HDMI 就確定好了 好 那直播的過程中 我們可以先 不要聲音播出去 不要讓聲音直播出去 可以按這一個 這個 這個聲音就是不會出去 就是你直播過程中 我不想這段 這段直播過程 我不想讓 觀眾聽到聲音 你就把它按下去 直播過程中 就不會有聲音 然後再把它打開來 直播就有聲音了 這個聲音的中段是可以臨時增加進去 增加或是 臨時改變的 但是 聲音的來源是你只能 在直播前要先設定好 ok 然後呢 最左邊這個是揚聲器 就是 你直播過程中 要不要由iPhone 把你的聲音play出來 我們建議是不要play出來 因為你play出來的時候 這個聲音會 傳到這個攝影機 他攝影機又會傳過來 就會造成回音 對通常我們先按這個 按這個 無聲這樣子 好 這個是聲音的部分 好 他在我們要做直播的設定 這個直播設定按 米字線 我們再一次 再按這個米字 這個星星 然後這邊有設定這個binray的部分 我們現在手動 那fb的直播 高速我只能到 720p 這個 數字 這個binray最高只能到4000 你就不能超過4000 超過4000就不行了 只能最高只能到4000就對了 那我就先設2500這樣子 那就解析度 fb的高速我 最多只能到720p 所以我就選720p 好 那 這是第2 那再來就是 就是 我先選好720p跟2500 那我們再按這個 連線管理 然後這邊有所謂的新增連線 這邊有三 這麽多組合 有 自動登入 就是fb直播 youtube直播 跟twitch直播 那我等下會介紹 是fb跟twitch 跟youtube兩個 那twitch外也是如法炮製 就可以了 fb直播就把它點進去 然後就輸入你的帳號密碼 在繼續 然後按完成 然後按完成 這里要跟大家介紹的是說 fb直播目前可以支持個人直播跟粉絲團直播 目前社團直播是好像都被粉絲給封閉 不管是安卓的直播還是用我們的直播 都沒辦法做那個社團的直播 所以就只能做到粉絲跟個人兩種 完成 好這時候好了我們再跳回去 跳回去 我們先把它關無聲 然後呢我們該做的什麼事情 就是做了這樣子 新設定720P格2500這樣子 然後再做管理連線 就做FB連線 好 那你就最後跳出來囉 跳出來之後呢我們就開始直播 你選FB 好這時候FB就跳出 這是個人的 這個是我個人的 然後這是我公司的 好 那我就選擇我的這個 個人好了 算了我選公司 選擇個人好了 那這標題你可以打test 然後內容 這之前我們沒有 我們現在增加的內容可以打 隨便打 打你要的內容 隨便打 開始直播 好這就開始直播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實際直播的內容是長怎樣 直播過程 好這個 然後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在直播的過程中 你旁邊的觀眾的聲音 收看的這個聲音 不要打開來 就是你在不要干擾到你目前在直播的設備 不然也會產生回音 這個回音會比較delay一點 大概會花個一分鐘 就會慢慢就有回音出來 所以你旁邊在 旁邊的那個路 旁邊的一些鄉民 就要把 在觀看直播的那些鄉民 要把聲音關掉 不要去干擾到你目前正在直播的這個設備 好這是目前 第一個我們先做這個FB的直播 好我先把關掉 好那再來就是我們要介紹一個是說 我們再介紹一個就是剛才講的那個 Canone那台相機的問題 Canone那台相機他本身他沒有聲音嘛 那我要怎麼做做這個直播呢 好 Canone那台我就先一樣我就先先打開來 我先加HDMI的線把它插進去 好把它接進去 好有有畫面了吧 好那這時候他沒有聲音 你打開還是要沒有聲音嗎 都你看打開都沒有聲音 可是你直播還在有聲音啊 你就用這個 內建的這個麥克風 然後你就可以開始直播 FB 直播 那這樣子直播也是會有聲音的 這樣子直播也是會有聲音的 這樣子直播也是會有聲音的 我們再往一次 有聲音吧 這個聲音是來自於這個iPhone的聲音這樣子 好這次我簡單的介紹 好 我們接下來是我們接下來要做的是那個 我們現在接下來要做那個那個新增那個 YouTube直播 一樣停止 這裡還是新新的符號 管理連線 然後呢新增YouTube YouTube會出現這個 會出現這個 會出現這個 是別碼你就把它按點下去 他自己會copy下來 按登錄 把它貼上去你就按 常按 點上 就好了 然後輸入你的email跟你的密碼 要完成喔 這邊要完成喔 這邊要完成喔 完成 好 這時候就一樣可以直播 我們再回到原始畫面 綠色的 然後把攝影機接進去 好我先把聲音的關掉 然後呢 因為他這台有聲音嘛 你就選擇HDMI的來源 這樣就好了 好我們就開始直播 YouTube 上位選舉 你就選一個 就選一個 啊這個名字可以改 你可以 再改 改成TEST 這樣子 完成 開始直播 好這樣就開始直播了 這樣就開始直播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YouTube會怎樣怎樣 好 有沒有看到 開始直播這裡 好有沒有看到 開始直播這裡 OK 你看喔 我現在是把聲音放出來 他就會慢慢的會 會 會將聲音傳到這邊 就開始回音了 所以正在務必再強調一遍 你在做直播的過程中 你旁邊的那些鄉民 路人夾椅 一定要把聲音關掉 才不會干擾到 你正在直播的這個設備 好 以上就是 簡單的做個介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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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